各位朋友,说来遗憾,我没吃过这个牌子的 我也没找到在哪能买到它 但我做出来了 来领取你的教程吧 虽然没有吃过啊,但是这个包我可太爱了 面包体又软又薄 熏鸡芝士馅特别的香 怪不得你们都让我做 一个面包下肚超满足 呼声这么高的面包 我建议你学会了拿去卖钱 祝你发大财吧 重粉的我又来手揉了 我是发现了啊,越揉经验越丰富 现在咱就是说 我手揉又快又好 学不会多看几遍好吗 高筋粉和细砂糖拌匀挖坑 挖坑也有技巧 不要像我这样挖特别小啊 咱给它挖大一点 坑小的话液体特别容易露出来 在坑里倒纯牛奶 记得预留一点大约20克吧 后边看情况再放 一颗全蛋 耐高糖酵母 先把中间这个液体和酵母混合 再从里圈开始剥进面粉 等液体啊流动性慢了以后 干脆点就把面粉全部和进来 快速地给它混合成面絮 把刚才啊预留的牛奶呢 慢慢地分散着 撒在干粉多的地方 切拌到看不见干粉了 这面团水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看不见干粉后可以少揉面多摔打 水量大的面团实际上是比水量少的面团 手揉更友好的 只要别去满把的抓它 只用到手指的前半部分和刮板辅助 你就这样摔打 摔打时啊要加入折叠的这个动作 摔打三分钟 确保食材混合均匀以后开始抱团了 摊开摊平一点 盖保鲜膜等待20分钟 20分钟静置后啊 它几乎不再沾手了 拉长也能产生薄膜 薄膜的组织呢 你还是能看到面絮很杂乱 破口也并不光滑 撒盐 和五盐黄油 黄油呢用手给它抹开抹均匀 接着把黄油通过抓捏的形式 揉进面团里 慢慢的看不到黄油块以后的就搓吧 搓出去面积越大越好 收回来把粘桌子上的面全刮回来 你摊得越大搓得越细 面揉好的就会越快 所以啊 所以说不要抱希望于几分钟可以揉好 主要呢是看你的力度 我发现啊 别人的视频都是告诉你做起来多简单 我的教程呢完全相反 会把细节和难点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讲 是不是很讨厌 不行啊 我就是试图教会你 如果你想学一定要跟住了 摔打的同时折回来 换抓住另一头继续摔打 我一共摔打了六分钟 到表面光滑不沾手 它非常非常的柔软了 切一块打开看看 拉长的感觉是有一点阻力 但是又比较容易拉开 两边没有断裂的痕迹 扯开薄膜 磨透指纹不易破 戳破后边缘光滑无锯齿 这就是揉好的状态 滚圆后室温发酵一小时 趁发酵的时间来做熏鸡芝士馅 面包虽然难做 但是馅简单 我用的是成品的熏鸡胸肉 四成粗条 马苏里拉芝士碎和车打芝士碎 一样一半 那马苏里拉呢 是非常擅长拉丝的 但是香度有限 车打芝士就负责把香度拉满 甜玉米粒 蛋黄酱 如果你喜欢吃芥末紫酱呀 或者是青酱呀 都可以添加一些 黑胡椒碎 拌匀就好了 把做好的馅放在一旁备用 等面团发酵好 可以来分割了 表面撒一点粉 用手指按压表面啊 会发现能按出小坑 那你去戳洞呢 这个洞口是不回缩的 说明这个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它现在已经充满了气体 把面团拍掉大气泡 安平一些 给它平均分割成八份 每份面团大概是100克 分好的面团 手上也沾一些粉 先抓捏一下 然后给它滚圆 你也可以 可以预处理成长条形啊 都可以 然后再松弛25分钟后 这个面团开始整形 一定要松弛到位啊 就是擀开的时候 它是不回缩的状态 面团只有不回缩 它包馅的时候 才会非常的服贴 不容易把鸡肉馅挤出来 擀肠后翻面 铺平 放入55克的熏鸡芝食馅 把馅料压紧 从上头拉伸着卷下来 两头啊 要拉伸着 也给卷下来 等于说你现在包馅的这个面团 实际上是一个风口 非常严实的一个小包子了 揉纸按压整理一下 让这个面包馅啊 均匀分布在里边 然后紧紧地卷下来 可以一边拉伸一边卷 卷下来的这个白面团啊 尽量能缠绕这个中间的包子一周 然后发酵 发酵到两倍大以后啊 刷玉米油 或者是任何的植物油 橄榄油都可以 接着呢 把烤网压上去 不要用手势劲压啊 就轻轻地压上去就行了 然后在烤箱里烘烤 我用的是风炉175度 烤了12分钟 烤好的这个面包啊 它的表皮非常的薄 也非常的软 撕开你就能看到了 它里边这个馅料啊 很丰富 你包的馅越多 它撕开以后 就越好看越诱人 都去做吧 出炉的第一时间吃 是最好吃的 那么我等你 at维莎尼做面包焦多叶 下期见拜拜